修行精进 无能欲者 精是精存 没有恶着 杂染 进就是上升 前进 没有懈怠 欲是超过 法藏比丘的精进修行 在世间自在亡的世间 大众中最为第一 没有人能相比 更没有人能超越 所以说是无能欲者 学习上面的经文 深感惭愧 学佛二十年来 自以为是个修行人 和法藏比丘的发心 发愿 修行 一对照 真是羞愧难当 一笔才知道 我们何谈修行 我们真的在修行吗 我们修了什么 行了什么 我问自己 二十年来 你受持无量寿经 这部经 究竟在讲什么 写无量寿经 第一次赴讲的讲稿 写无量寿经 专题讲座的讲稿 写第二次赴讲 无量寿经的讲稿 我把自己写明白了 我把自己写明白了 讲明白了 我受益了 我开窍了 无量寿经讲什么 再推展一点说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在说什么 无量寿经的经题 全部都涵盖了 再经练一点说 就是五个字 清静 平等 绝 大家认真想一想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哪一个法 能跑出这五个字 此时此刻 我才真正明了了 老法师说的那句话 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足够了 请注意 足够了 这三个字 你认可这句话吗 认可这三个字吗 我们学佛 一定要目标明确 要今生成佛 选今生成佛的路走 要想成为佛学家 选成佛学家的路走 要想和佛接个缘 想接缘的路走 目标各有不同 所选的路自然也各有不同 你选择好了吗 回想自己 二十年学佛 想用功 但不会用功 外求的东西 还是太多 比如修学环境 总想找个随自己心 顺自己意 清静的地方修行 不知道 会用功的人 一切时 一切处 都是道场 都是修行的道场 修行 修什么 修清静心 修如如不动 所谓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心不清静 哪里都无清静 2010年 第一次去香港见师父 师父嘱咐我 不但要独善其身 还要奸善天下 我牢牢记住了 师父嘱咐我的话 努力的想做好 十年过去了 做得很不尽人意 我唯一能自慰的是 我尽力了 但是光尽力不行啊 想想佛菩萨 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 教化众生 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目的 只有一个 古佛如是 今佛如是 未来佛 亦如是 不会变的 什么目的 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离究竟苦 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十法界 得究竟乐 往生不退 成佛 自己 有度众生的心 但无度众生的方法 有时急躁情绪 从我老伴往生之后 我就有一种紧迫感 表现在行动上 就是对身边的同修 拔苗助长 希望他们快快成长 快快成熟 我们度众生的同时 要度自己 度自己 不妨碍度众生 度众生 不妨碍度自己 度众生的过程 就是帮助自己提升的过程 我们学菩萨 学像了没有 从我自己来说 我努力想学像 但没有完全学像 我要继续努力 我们要明白 这样一个道理 能用慈悲 对待一切众生 这叫释迦 能用清静平等觉 对待人事物 这叫阿弥陀 这叫自信释迦 自信弥陀 这是我们性德里头的名称 每个人 不妨这样问问自己 我慈悲了吗 我清静了吗 我平等了吗 我绝了吗 如果你慈悲了 恭喜你 你是世家 如果你清静了 平等了 绝了 恭喜你 你是阿弥陀佛 我随惜你的功德 没有慈悲心 你叫啥菩萨 自己怎么说 那也是假的 你有慈悲心 真心爱众生 不用自己说 你是真菩萨 我看到你 你还顺着 你还能够 我问你 你还能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